交不起、拿不住 中國4,300萬人退出養老保險 英國媒體調查報告說 數萬烏克蘭軍人被中國貨所害 莫斯科在宗無人機襲擊 上百航班受影響 709律師王全璋、李和平的子女無法上學 知情者揭中共陰謀 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1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 我是林欣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程度越來越嚴重 再加上經濟下滑 失業情況嚴重 導致中國社會保險亦出現危機 有網友在X平台貼出的短片顯示 廣東省社保局門外 每天都有大批退休人員聚集 並質疑退休金是否要爆煲了 請多多多 日前 有中國網民帖文指出 中國有3,800萬人中斷養老保險 更有4,300萬人選擇直接退出 中國獨立記者高瑜肯X平台指出 中斷或退出養老保險 不但使得捉獻見找的國家財政收入受到重創 使得養老基金可能出現資金鏈斷裂的危險 同時更加劇了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平等的拉帶 造成社會運行的風險 另一方面反映了近幾年經濟下行 薪酬降低 很多人無法及時矯立 中國網民的文章說 養老保險是確保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的重要保障機制 但近年來我國出現了數量龐大的中斷養老保險矯立 和退出養老保險的現象 這一現象的出現源於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經濟下行的壓力帶來的財政困境 聚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劇 退休人口數量迅速增加 而繳納養老保險的工作人群就相對減少 導致養老保險基金面臨巨大壓力 由於財政無法滿足支付需求 養老金發放逐漸滯後 導致許多人對養老保險產生了不信任感 文章指出更深層次的原因是 人們對養老保險的信心不足 有些人擔心養老金發放會出現斷層 無法保障他們晚年的生活質量 這種不信任感促使更多人中斷繳廢或選擇退出 有位網友說 我今年8月開始斷工社保 廣州社保今年7月起 每月5408元 這個已經是最低了 雖然交了5年社保 但現在完全看不到未來的情況下 還不如選擇斷工 不要繼續在這個旁視騙局裡越陷越深 還有網友表示 疫情這幾年很多人都崩潰了 認為錢還是拿在自己的手中最保險 大家只能顧慮到現階段生活 說到底還是對未來經濟前景不抱期望 其實 早在10年前的2013年 中共媒體鳳凰網就報導 官方數據顯示 都是拿不到的 而10年過去了 這個期間中國經歷了疫情和經濟下滑 這個氣保的數字應該是大大增加了 據BBC今年3月的一篇報導 中國東北陷入了養老金危機 文章列舉說 71歲的黃占玲住在黑龍江省佳木斯市 儘管已經超過國家法定退休年齡10年 他每天仍要工作10小時 因為他每月的養老金不到100元 令他不得不打零工維持生計 文章分析說 上世紀90年代 年輕人紛紛湧向南方尋找工作機會 留下的人不足以為當地政府的養老金提供支持 近年來當地老齡化問題嚴重 新生兒出生女持續走低 一場經濟和人口危機正在來臨 BBC雖然說的是黑龍江省的問題 但是全中國都在面臨同樣的問題 近年來因中國財政困境 今年年初 因官方削減退休人員的醫保福利 引發了白髮運動 很多退休人員走上街頭抗議 中國低劣產品消往海外造成烏克蘭軍人傷亡慘重 根據英國雜誌旁觀者的調查報導 烏克蘭軍隊在戰場上遭遇了各種急救問題 而中國製造的劣質產品 是害死烏克蘭軍隊士兵的罪灰禍首之一 請聽報導 報導指出 烏克蘭的前線調查發現 超過三分之二死亡的烏克蘭士兵 都是因失血過多 而在前線急救商中 最關鍵的物品是紫血帶 這種物品來自中國 價值大約2英鎊 也就是人民幣18元 中國製造的紫血帶質量非常差 經常在包紮過程中逐漸失去壓力 或者斷裂 導致士兵再次失血甚至最終身亡 調查顯示 烏克蘭國產的紫血帶價格是15英鎊 美國的正宗CAT紫血帶 交給了自己的儀式名下的公司 並且用這種中國製造的裝備 來冒充不約醫療裝備 根據烏克蘭內部消息 在長大一年半的戰爭中 烏克蘭的陣亡人數 可能超過31萬人 在前線陣亡的烏克蘭士兵中 有很多並不是在前線喪生 而是在受傷後送往後方的路上離世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在31日上午 再次受到烏克蘭無人機的襲擊 而在前一天的凌晨 莫斯科遭遇了開戰以來 最大規模的無人機攻擊 導致當地部分機場臨時關閉 並有超過100架次的航班延誤 甚至取消 請看報道 31日 一架烏克蘭無人機 在接近莫斯科時被擊落 導致當地周邊機場大約103架飛機的出行受阻 俄國防部表示 這架無人機在距離莫斯科市中心近100公里的上空被摧毀 據了解 福魯科遭國際機場共有34個航班延誤 其中3個航班被取消 多莫杰多遭國際機場 有63架航班延誤 2架被取消 借連梅捷毓國際機場則有6架受到延誤 在30日凌晨 烏軍在俄國境內6個地區發動了無人機襲擊 有媒體報導說 這是從去年開戰以來對俄國最大規模的無人機攻擊 其中針對西北部城市普斯科夫的攻擊 讓成了當地的機場城市起火燃燒 全有4架空中加油機受損 州長韋傑爾·尼科夫下令 取消所有往返這個州的航班 31日在X平台上有用戶指出 最近的這些無人機針對俄國機場的攻擊 都是支持烏克蘭的俄國志願軍團 配合烏克蘭安全情報部門的聯合行動 烏克蘭近期擴大針對俄國本土的攻擊行動 美國等西方國家擔憂局勢進一步惡化 呼籲烏軍不要使用北約軍門的武器 在俄國境內發動襲擊 對此烏總統辦公室顧問波多尼亞克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類似的呼籲有點怪異 看起來似是在鼓勵俄羅斯繼續他們的侵略行動 但他仍強調 烏克蘭將確守不使用合作夥伴的武器 襲擊俄國領土的承諾 並且完全遵照防禦性戰爭的原則行事 9月1日在中國大陸各地 中小學開學的日子 但是709律師王全璋 和李和平的兒女就不能正常到學校上學 有評論說中共打壓維權律師的手段 宣告中共就是流亡 請看報道 王全璋和李和平的好朋友 公民運動參與者樓四房 30號對希望之聲說 王全璋和李和平兩家人目前住在北京 他們的孩子都沒辦法到學校讀書 經常到處被驅趕 他們最開始租住的房屋 不停地被騷擾 然後撕壓房東 那些中共的特務 打手 不停地去製造事端 所以經歷很多個苦難 目前王全璋加住窗屏區 加對面就是一家小學 但按照以往的經歷 孩子不能正常到學校讀書 李和平律師全家也被監控 受國保警察騷擾 他們很難在女兒讀書的學校附近遭到房屋 女兒不得不暫時再加上網課 劉四房的兒子也經歷過被逼絕學的遭遇 2017年 因為參與公民維權活動 劉四房被當局從其工作的學校距離 她的孩子正在該校讀書 國保警察施壓後 她的孩子被逼絕學 中共的特務 國保隨時隨地了解 不受黨國歡迎的人及其家屬的動向 一旦有學校願意接收這樣的孩子讀書 立即遭受國保警察的騷擾 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執行長介立健說 中共的豬年政策由來已久 像709律師王全璋、李和平 很多維權律師 包括很多訪問 那種處境不僅不讓你的孩子讀書 你的親屬在中共體制單位工作 會有連帶的處罰 比如說你不好工作了 你現在唯一的工作就是勸你這個親屬 這個維權者停止上訪、罷訪 如果不停止上訪、罷訪 都不讓你上班 所以中國這種打壓模式是非常非常無恥 前段時間 王全璋全家遭遇斷水、斷電 逼離北京被外界廣泛關注後 當局的逼遷行動暫告一段落 但對全家的監控從來沒停止過 目前當局僱用了10-20人在家附近把守 並對全家人貼身跟蹤 他們本身沒有執法權 但是可以做正規警察不方便做的事情 李和平全家遭住在通州送莊的農家大院 房東被警察施壓 又是擲爛玻璃 又是拆除了護院的鐵門 騷擾不斷 傑立健說 王全璋、李和平、小監獄釋放了 到了這個大監獄 中共騷擾傷害更加猖獗 各種搬遷 半夜派出所 黑社會馬仔、爛仔24小時無憂子騷擾 被人那種精神特別容易崩潰 每一秒你都感覺非常窒息、非常壓迫感 特別痛苦、特別焦慮 這種精神傷害、折磨是反人道、甚至是反人類的 無憂子的這種騷擾就是被你一包萬聖自殺毒藥 慢慢折磨到你發癲、崩潰 那種痛苦無法用語言來敘述 只有當事人才知道真的是一種生不如死的感覺 王全璋的妻子李文竹回到湖北老家申請辦理護照 遭到各方推諒 劉四訪說,中共執政當局都是反人性 如果按照正常人的邏輯 所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 在這個環境當中折騰 那我就將你驅逐出去 不要在這裡折騰 但是中共不是這樣的邏輯 它赤裸裸地向全天下招時 我就是流氓 做一種殺雞競效的動作 你看,好像劉四訪、王全璋、李和平、你們這些反動分子 我就要在你們身上施姦這種迫白 我就要給後來者、旁觀者看 我就會這樣收拾你們 我就是流氓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Child karena讚和訂閱 以前還可以 Titans 照片 謝謝 Infin身